果然 兄长 苏罗 你曾经答应过我 再也不碰祸心术这等邪门歪道 你 兄长 我是为了明轩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能让他苏醒的办法 我已经等了太多年了 我不能再等了 我只是想让他醒过来 真的 可你也不能行差踏错至此 金鱼的性命 可是你们的 准 兄长 我知道你为人太过正直 可我 我是万不得已 只要明轩醒过来 只要他醒过来 这一切就结束了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魔头 不然我们跑路吧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 我会被吓死的 你以为我不想跑吗 等着吧 等等看有没有人来救你 谁会来救我 你大伯父 对啊 大伯父 苏语 阁主 素颜身体可还好 大师兄他伤势倒是快好了 只是还在为了江武逃走而生温气 江武的实力不容小觑 让他不必因此接怀 是 阁主 有飞鸽传书 在我这儿都待两天了 还不愿意改编主意啊 我不说了吗 让我跟别人混 这事没法改 不过 你倒是可以跟我混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 能跟我谈条件啊 凭自信 阿妩 好 秦千贤来了 秦千贤 出去看看 多好 还好 小丑八怪 秦千贤 历尘兰 都到了 小美人 你让我这儿热闹不少啊 师父 你怎么这么快就取剑回来了 为何会被江湖缠住 阿大呢 这说来话长 我为什么被他压制得如此狼狈 秦阁主 今日您来的匆忙也未被剥离 他日必不让您空手而归 禀门主 江湖呢 这并非江湖本尊 而是一具傀儡 傀儡术 这江湖行尸大方 没想到做事还挺谨慎 好想回弯路门 但现在又没办法把芷燕那丫头 带出来一起走 回头让她自己独自走那么远的路 说不定路上又得出什么伤 看来只有熬到天亮了 走吧 跟我回弯路门 等等 我许久为何大伯父见面 我想和他续续救 续救 你想跟我回千尘阁 不不不 我是看天色太晚了 我明天起来再出发吧 来 坐坐坐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呀 来 别沉默啊 有些尴尬啊 没了 我去给你们加茶 好像没动静了 我出去看看 还是算了 等女魔头来叫我吧 等女魔头来叫我吧 我去 你把人给我放在地上 你把人都拿出来了 给你出来 我拿走 还要向你把人家 给你把人家管 把人家伤得到 我拿走 把人家伤得过 那伤都无妨 秦千贤历尘安 今日之仇 他日必定双倍奉还 啊, 马杰啊 幸亏我熬得住 不然露馅了 我房间有点东西 我回去收拾一下 你还有脸睡啊 快起来 木头 外面怎么样了 江五呢 我大不负来了以后怎么样了 厉承岚也来了 我开始变透明了 你快收拾收拾出去 还是回弯路门 但是叫厉承岚交个马车回去 还要叫马车 对啊 这样我才能跟你们一起回去啊 快去 别待太久了 让他们怀疑 去啊 大伯父 好 大伯父 东西收拾好了 我还是想回外露门 你有你自己的主意 我也不便干涉 既然没事 我便回千诚阁了 谢谢 谢谢你今天来救我 你要好便可 我觉得你这个大伯父 并不像你说的那样 一点都不相信你 对你还不错 马琦 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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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吕 你是黄梨啊 给我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 叫他师父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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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 我想坐马车回去 这样的话 沿途风景应该会很好看吧 说你要什么就够了 废什么话 走吧 去找马车吧 跟上 你这么怕他干什么呀 他 他多可怕呀 没出息 我要你这同一张脸干什么 什么事都得晚上我自己来 你被江湖抓走的那天 暗罗卫没有来救你吗 阿大有来 他他他没有打得过江湖 然后呢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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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伯父就来了 然后 师师师师父你就来了 回去该收拾人喽 不 不 师师父 阿大 他已经尽力了 不是他的错 谁跟你说要收拾阿大了 知道了 你可知错 门主 未尽职责 保护直言姑娘 子虞知错 请门主责罚 去面壁思过一段时日 按罗卫的事务 暂且交给阿大 是 门主 万路门正是用人之急 子虞先前查到元杰 曾与宗门勾结 我愿将功补过 把门主处置了元杰 再自行私过 不必了 此事一并交由他人处理 下去吧 让阿大进来 是 门主叫你 好 子虞姐 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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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主可有责罚于你 没有过多责罚 就让我休息几天 但是最近 我不能去无恶殿当职了 你们暂且都听阿大的安排 什么 这 那就是说 门主罢免了你的职权 给阿大 是啊 可是门主为什么如此 竟然对一个宗美小丫头 这样回行了 你们都听好了 我们暗罗位 只听命于门主 这个卫长谁当都可以 以后 你们不得私下一论此事 不能再让门主对我们暗罗位失误 知道了吗 是 卫长 都下去吧 小爱 还有事 子虞姐 前些天从地牢出逃的那个宗人少年 我听说她是秦志颜的未婚夫 还是剑西门的少主 线下正在顺安阵 我怕她和秦志颜的目的不简单 去顺安阵看看 是 本月秦温骤降 寒气极易入体 关雨楼临水而渐 需要更加小心才是 好 安司 照这个房子抓好 送去关雨楼 好 门主 什么伤能劳得立门主亲自来找我 小伤 小伤你能来找我 立门主 你不得了啊 管这叫小伤啊 还挺能忍 干脆来做我的药人 给我试药得了 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 招惹了些什么红颜祸水 我换做沈千景 你当如何 你跟那个宗门女子才认识多久 我和千景不一样 如论时间来算 罢了 这本来就不是该按时间来算的事 今天先制到这儿 明天你再来 记住这期间不要动用功法 你死了不要紧 可别坏了我的名声 别怪我没提醒你 有了在乎的人 就会有弱点 你是万路门门主 不能有弱点 它是我唯一的弱点 也是我坚强的理由 学什么不好 非学痴情肿 苍天不仁 自古能成几对痴情人 水 都避 dozen 不仅是和泣 min 好似是最近天气太湿 所以他主人给多加了几味药材 真是有劳费心了 承蒙假释多年关照 在此申表感谢 盼有缘能与侠侍一见 面表谢意 罗主 每次回信都未见得有回复 那也要谢 是 是 善主 您这次又不会信吗 下去吧 是 优优独播剧场 师父 师父 进来 师父 我来看看你 从六合仙岛回来 又敢去江湖小院救我 你一定累了吧 师父 你怎么还在忙啊 为何不休息 你都好几天没有黑眼了吧 无妨 处理公务并不麻烦 不如与人叙旧那般好神 走吧 跟我回万路门 等等 我叙旧为何大伯父见面 我想和他叙叙旧 叙旧 这小丑八怪 难道是 在吃芷燕和秦千贤的醋 他们可是亲戚啊 真是爱得走火入魔了 不过算了 谁让六合天一剑在他手上 师父 被江武抓了 秦千贤如何知道你在哪儿 我抓住机会给他报了个信 没找万路门的人 罢了 是我疏忽 师父 你就不要生自己的气了嘛 你看 我不是好了吗 不对 还是有点痛的 哪里痛 师父 我 师父 我心痛 我差点以为我要被抓走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不会 只要你想 我会一直在 师父 其实我今天来 是有件事要告诉你 说吧 你来救我的时候啊 身姿威武 无比帅气 一身正气 能上阵九天 下汗九泉 师父你来之时 在我心中眼中 便似梦中天神踏尘来 救我出刀山 远活海 令我神魂颠倒 我知道 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 能撼动你的地位了 唯有那阴魂不散的陆昭遥 是你的眼中钉吧 眼中钉 对啊 我经常给陆昭遥办好事 就是想跟他打好关系 从他嘴中得知 他想怎么害师父 这样我才能保护好师父 那他想怎么害我 他本来没打算害你的 可前段时间 你不是拿着万军舰 去他坟前显白了吗 他就想找你报个仇 有意思一下 可是后来又看到 你把他以前的阵法也抹了 台子柱子都给推了 于是他就想回来 抢夺门主之位了 你帮我告诉陆昭遥 他若能回来 我这门主之位 拱手奉杀也无妨 是 师父你可真大方 你受伤了 担心我 本来是担心 不过师父这么厉害 世上应该没有什么 不能伤得了你吧 师父 要不要比试一下 比试 我拿六合天一剑 你拿万军剑 咱们比试一下 正儿八经的比试 师父 不出万军剑 你确定赢得了我 你且试试 女魔头在干嘛呀 怎么打雷了 快看 快看 怎么了这是 发生什么了 听说门主和门主徒弟 打起来了 不能吧 这 怎么会这样 是啊 天哪 女魔头不会做傻事吧 是 紫玉姐 她最近都干嘛 她 看上去是窝殿方向 看上去是窝殿方向 你盯着她 我回去看看 自己就放心 身上还带着伤呢 比陆昭瑶还不知死活的家伙 还不出万军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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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差点小瞧我 芷燕姑娘这么厉害啊 不说别的 虽然她内心差了些 但看她动作手法 比咱们未长 怕是有过之无不及啊 对啊 你看 你看 真厉害啊 我看 对啊 我看 你也不想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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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好 算你赢 秦侄爷 你好大的胆子 你好大的胆子 算你赢 秦侄爷 你好大的胆子 无妨 师徒之间鄙视 他理应拼尽全力 可他刚刚分明是想杀了你 我说了无妨 力尘兰对秦侄爷 已经宠运到这种程度了 色令至婚 你怕是活不了多久 走吧 去哪儿 江州城 你缺把乡辰的剑鞘 等 快 这 这怎么起来 怎么起来 人呢 这 人呢 门主人呢 没回来 去哪儿了 不知道 算了 不听义主的人 死得越远越好 门 门主伤得重吗 南山主 您真的不管了 南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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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快 哪儿 小